字幕提供 好,回來了 之前我們有節目講過 侯俊偉 他想搞一個叫做 大爆炸2.0的計劃 當時那一節節目 我現在給正向報的番號大家 為什麼會說給正向報的番號大家簡單一點呢? 其實網向也有這條片 我也要告訴大家 但是我也要給正向報的番號大家 因為正向報 其實我們想他多點訂閱 也想他多點人去看 那一節在正向報的番號 是2022 1214L 發夢無禁早 侯俊偉脫歐後倫敦可挑戰 紐約金融地位 那一節節目是四天前的 其實觀看數很少 只有1200觀看 其實我們的節錄很多都是這樣的 現在還有一些 其實我認為對大家 都是有很大影響的事情 其實核融合、核聚變的突破 就是2022 這個正向報的番號 20221214J 他的突破 其實之前我們有節目講過 沒有人聽 當然是直播的網友就聽過了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一千觀看都不到 所以我就說被人掃地出門 這是有理據的 他們要掃地出門 也是有理據的 沒有觀看 掃地出門 我也認為是對的 就算我被人掃地出門也是 老實說 這個侯俊偉 他搞這個大爆炸2.0 其實是什麼 之前我們解釋過 就是他要把規管放寬 規管放寬 其實當然有人會反對 就是在英倫銀行 有位阿姐 她就走了出來說 就叫做Sarah Braddon 這個就是英倫銀行的 Executive Director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Strategy and Risk 姑且可以譯為 這個執行董事 這個叫做 金融穩定戰略和風險的執行董事 他就說 財政部淡化零售和投資銀行部門的規管 其實他們這樣做 就不是不行的 這個不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要記得一件事 就是之前的教訓 之前大家也記得一件事 就是英國和美國都試過的 就是那些金融危機 究竟是怎麼搞出來的呢? 就是規管出了問題 有些流動的人亂插來 規管有流動的人亂插來 其實就是搞死人的 我也說過真話給大家聽 其實整件事是不妥的 就是這件事 當然 卓維斯他搞了一個大災難出來 這個叫做 謎理預算案 這個關後庭的大災難 那麼 英倫銀行其實 現在看起來 他們會 聲音是越來越大的 他們會發聲的 看到政府 正棍做一些不妥的事情 英倫銀行就會 穩定市場 其實他們現在是越來越 進取的 可以說也是 越來越自信 他們的操作 為什麼會出來說這些事情呢? 就是因為 就是 你 沒可能找一些東西出來 就說我要放寬規管 放寬規管 就很可能英國就可以賺大錢了 這個Sara Breeden 她就說 英國是絕對不能忘記 金融危機的時候 對世界造成的損害 這個 這個Big Bang 2.0 就是他們叫做大爆炸2.0的計劃 是侯偉俊提出的 但是這已經是成為新委城政府的一部分 已經是核心的草案 現在他們當然會主導一件事 這個保守當政府就會看看制度 有沒有可以放寬 以及要怎麼放寬 但是 現在政府和英雷銀行的關係 其實是有點緊張的 你也看到是 英雷銀行很嘗試一件事 就是阻止另一場金融危機的發生 因為你一有金融危機 就會重創銀行業 以及實體經濟都會受到重創的 英雷銀行之前有一個人 就是Governor 這個就是行長 叫Andrew Bailey 他就警告過新委城 就是 新委城 又是要自己想著可以 一些政棍 可以 用一個權力去否決監管機構的決定 其實這樣 是很嚴重的 如果你的政棍可以隨時 否決監管機構的計劃的話 你對於一個金融城市來說 那個聲譽 和信譽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個 英雷銀行的行長 Andrew Bailey 已經出了來講 好了 侯俊偉 上個星期公佈了三十幾項 就是 想著可以提升 英國脫歐之後 倫敦的金融城競爭力 他主要是改變一些規則的 其實就是 最主要就是針對 就是 銀行業危機之後 引入那些新的法規 其實這個計劃 是令到很多英國人都很緊張 因為 你這樣去減少一些規管的話 其實 到最後就是 殺雞取倫 就是 你根本上就是 或者是 會怎麼做呢 就是 找到一大塊錢 那些錢還要放在一小撮人那裡 然後 其他人就全包散 其實這樣是不行的 你說 短線 處理了現在眼前的問題 最重要是先有錢進來 其他東西我不管 其實沒有問題的 那 如果他這樣做 有錢人就沒事的 窮人就糟了 其實這樣是不行的 好啦 多謝一些網友 Rita UMM Pearl Lee 和 Lilai Square 也多謝你 Kid Zhang說到時候 變成了倫敦金大片案 其實倫敦金跟倫敦是沒有關係的 也跟金是沒有關係的 不過我粗錢的看法 大家有不同的做法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做法 其實 Breden姐姐 她說 有機會做一些調整 但是真正重要的事 就是要記得為何要做這些改革 或者規管的措施 因為那個 對銀行系統的壓力可能會出現 那個系統有些彈性才可以 現在英國的政棍 她說她沒有說脫勾自由 以及扭轉2008年的規則 去忽視金融危機的教訓 有些人提出了一些擔憂 說真的 Sara Breden 她說 你審查的門檻 你也可以去看看 可不可以看看她是不是還是合適的 但是她就不太知道 是不是有必要進行一些重大的改變 這就是英倫銀行的阿姐說的 那你說現在這樣搞 會不會搞死英國呢? 短期內 如果你說放寬那些規矩 其實變成一個大賭場 她最初一定是旺的 我的看法就是 而且她會吸引到一些人 去那裡賺錢 她要先做旺的場 如果你說做旺的場再收緊 就行了 做旺的場就沒得收緊 那個情況就是 你不可以馬上收緊 你要爆了煲才可以再收緊 究竟這樣行不行呢? 就是這樣搞的行不行 銀行如果保障到小存戶的權益 然後其他東西 就任由她炒上炒下狂炒 炒到瘋子 那些其實又不是很大的問題 愛利斯就說 等於自殺銀行業者 我就不知道了 我也不敢說 究竟是怎樣我也不敢說 英倫銀行有他們的觀點 當然跟新偉城那些人的觀點 是不一樣的 現在就是 你看到英國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實還是不是有 其實是有的 那其實 她 就是 可以做到一件事 就是 在全球資本市場那裡 因為現在她有那個叫做 Ring Fencing 那她就可以 看到美國 歐洲有壓力的時候 那 就不會影響到英國 她為什麼說Ring Fencing是有用的 還有就是 那些銀行裡面 那些高級的職員 究竟在金融機構裡面 負責什麼規則呢 其實這件事是要堅持的原則 這些是要透明的 當然 究竟你想不想搞到一個賭場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搞到一個賭場 可能就好像那個FTX 就是搞虛兒貨幣那家 爆了煲 變成是一個騙局 就是 如果規管不夠嚴 它很大可能就會變成一個騙局 那你變成一個騙局的話 你說最初是不是會很旺 騙局呢 它一定要這樣的 它短時間的場子一定要很旺 但是 到最後一爆的時候 就很多人會很慘 就像國內那些 其實什麼伊租寶那些 那些是騙局來的 但是最初一定是吹到大一大 好像沒有問題一樣 但是到最後有問題 最傷的是什麼 最傷的是 那些人就是 根本承受不了這些痛楚的人 到最後 就是 那些騙局 在英國一散檔的時候 雞棚一塌的時候 最慘的是最後入場的人 其實 英國可以搞到這樣的情況嗎? 我覺得它不太行 如果它要有信用的話 它就沒有辦法 將自己的地方變成 這個騙局 就是處處的地方 如果你的地方騙局處處的話 其實 根本上 變成市場是無效的 舉個例子 就是香港 香港那些老千股太多了 其實十幾年前 也有人炒老千股 我自己也有炒的 十多年前 你以為可以贏 老千股 其實贏不了 我告訴大家 那個地方太多老千股的時候 你到最後怎樣呢? 那些人 就是 搞的事情就是在市場那裡 capsule 就是在街外 淺齊齊賺 有什麼所謂的 接著 結果那些人 是走向一個 看起來比較公平的賭局 就是炒那些卵 最初就是炒option 認股權證那些 接著就是炒卵 炒窩卵 其實那些細價股是死了 現在沒有人買細價股 現在在香港 其實現實就是這樣 就是 你要不要玩死自己的市場呢? 其實我是要打一個問號 有些事情 英國會不會說 有一大堆更厲害的金融老千 可以披著合法的外衣去賺錢 其實我認為是不行的 英國其實不是沒有金融老千 英國有很多金融老千 他們有那些叫boiler room 他們就是不斷打電話 用壓力去逼你去買 那個 投資的 他們會亂差勁打電話給別人的 摸你的手機 其實是這樣的 他們很瘋狂的 他們打了電話給老人家 接著就不斷推銷那些爛股給別人的 那些細價股 那些不值錢的股票 或者根本都沒有上市的股票 他們是硬撿給你的 其實就是不斷搞的 其實就是 這些是非法的行為 但是如果 你說好像 侯俊偉說要放寬規管 其實他沒有說放寬多少 要放寬這些 現在是非法的行為 如果是的話 那就糟糕了 如果整個英國就不行了 我看的情況就是 不過當然我不知道他究竟 那個細節會到最後是怎樣的 但是現在你看到英倫銀行 就是他想放 就是這個新位成或者 後進位 他想放一點點 其實也是有影響的 小白就說 信用一被破壞 日後要建立就很困難 真是殺雞取倫 好像香港的情況而已 有些人說 不是啊 不公道的賭局才會多人玩的 如果一個賭局 是不公道的話 最初一定是有很多人去玩的 譬如那個 那個好處是讓你那些 入場的人先玩的 就有很多好處 就像那些 龐氏騙局那樣 你最初入局的人 他們是有可能賺到錢的 這是真話來的 但是到最後那個龐氏騙局 一倒下的時候 你後面倒下的死的人 其實是最慘的 Mark Wong就說 華爾街狼人的橋段 其實英國現在還有華爾街狼人 他最初 李安納到Dicaprio 做的角色 他做的事情 現在在英國還有 他還要國際化的 他不斷打電話去不同的地方 去賣這些投資 我們這裡有人 之前損失了幾十萬 就是這裡的錢 幾十萬就是買了這些假的東西 Kali30就說 NFT in the beginning Now is just a scam 其實這樣說 我們也說回 NFT 虛擬貨幣那些 你當作是賭博 玩一下 就不是那麼大問題 你當輸了就算了 就是 你不要去相信那些 譬如 不知什麼文樂 出來賣的那些 你覺得那些真的可以升到水嗎? 我就告訴你 那些根本是升不到水 他搞這些虛擬貨幣的人 最初他拿出來賣 老實說 我就覺得 這些不是共同富裕的計劃 我自己看到就是 你說會不會 挖一下幣呢? 我告訴你現在也挖不到幣了 現在是沒得挖幣的 現在挖幣那條路也是瘋了 以前的想法就是 你可以 NFT 和Ethereum 還有可以挖一下 現在Ethereum 連挖也沒得挖的 其實就是 所以 有些事情我都說到這裡 就算了 輝日人類命運動同體就說 喝一股紫渴 最終搞到老千皮都穿了 其實 英國如果根據侯俊偉 和新韋成他想做的事情 其實他會搞到 老千皮都爛了 是很糟糕的 算了 講到這裡 差不多 Terry Chan說 新韋成是不是收了美國指令 要玩壞英國金融城 不知道 不知道他搞什麼 算了 來到這裡 明天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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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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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